持续了一段时间的免费核酸检测工作仍在进行 乌鲁木齐市于7月26号、27号连续两天 在天山区、沙伊巴克区两个高风险区域 进行二次免费核酸检测 同时28号在水墨沟区也进行着同样的检测工作 27号7点30分 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防疫物资储存典礼 医护人员繁忙的身影随处可见 该院医疗护理组已经将发往各个检测点的A、B物料包准备齐全 A包里装着20多种医护人员使用的防护用品 B包里也装着20多种核酸检测用品 现场医护人员按照工作任务量的安排 领取当天所需物料 8点30分 24岁的赵梦杰和曹晓琳 由医院专用大巴车送抵沙伊巴克区卢苑街社区 同在此社区的还有另外一个检测小组 10多分钟 赵梦杰就给自己套上了10多种防护装备 两层胶皮手套 两个口罩 一副护目眼镜 一副挡板等防护用具 这样的装备 赵梦杰已经连续穿了5天 9点30分 赵梦杰熟练的有节奏的进行着采集工作 每做完一个人后 赵梦杰重复着一套早已熟悉的动作 洗手换一次性手套再检测 日重复近400次左右 赵梦杰所在小组当天要完成300人份的采集任务 据他说估计要持续到下午4点左右 每天工作时间大约在8小时 中间不喝水 不吃饭 不休息 两人轮换着进行 护理部主任李平则告诉记者 所有小组的采集工作量早已超过300人份 疫情发生后 李平统筹全院采集任务分配 他告诉记者 26号晚上 一个工作组到凌晨才返回驻地 当天李平派到社区有10个工作大组 护理人员213人 医疗组65人 志愿者50多人 总计300多人的医护人员 分布在沙伊巴克区几十个检测点 因为我们是两人或者三人一组 他每天都有任务量的 至少每个组的工作量是300以上 我们远远超过300量了 因为我们平均都在400以上 有的工作如果是熟手 这个非常的熟练 非常的流畅 大概一天的量可以做到600到700 李平告诉记者 所有参与采集的医护人员 都要经过严格的培训考试 合格后才能下派到社区采集点 7月26号 在新疆召开的疫情防控第9场新闻发布会中 乌鲁木齐市卫健委主任张卫称 对于和确诊病例疑似病例有过密切接触的人员 通常需要两次核酸检测才能排除 对于去过疫情中高风险地区的人员 一次核酸检测阴性存在假阴性可能 所以也需要两次核酸检测才能排除 当天起 乌鲁木齐市将对两个高风险区域进行二次免费核酸检测 同时开展查疑不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由于袁明中